马丁不相信老马已死 于是跑到了坟墓 结果在这里真的看到了老马的墓碑 随后博士也来到了这里 他发现历史改变后得知了老马的死讯 于是猜测马丁会来这里 博士告诉马丁 过去的时空遭到了扭曲 所以衍生出了另外一个未来 现在两人便处在新的未来之中 博士在车里发现了装有体育年鉴的包装袋 以及断掉的拐杖 马丁一眼就认出了这根拐杖 两人一合计推测出了老毕的整个计划 老毕回到55年后 将体育年鉴交给了年轻时的自己 因此老毕才能不断的中奖 最后建立自己的罪恶之城 老照片中显示 老毕口袋里装的正是那本年鉴 这个世界里的博士被抓进了精神病院 不用想肯定是老毕干的 所以现在两人得回到时空被扭曲之前 修复历史 由于不能确定详细时间 所以马丁找到了老毕询问 老毕没有任何隐瞒 反而毫无保留的全部都告诉了他 甚至还拿出了年鉴来证明 自己并不是说假话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15年的老毕跟他交代过 如果有一天一个疯狂科学家 或者一个年轻人问起年鉴的事 不要犹豫直接干掉 其实老马也是老毕亲手干掉的 只是老毕万万没想到 那个年轻人指的竟然是马丁 还好马丁身手比较灵活 硬是从老毕的枪下捡回了一条命 马丁逃走后 老毕的手下连忙追了过去 马丁利用楼梯甩掉了这些手下 然后逃到了楼顶 但被赶过来的老毕发现 老毕用枪指着马丁 叫他从这里跳下去 马丁没有多少犹豫 竟然真的跳了 老毕过去查看时 被博士用车门击晕 然后两人向1955年进发 来到1955年后 博士告诉马丁 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小心 不能让15年的老毕 发现我们的存在 不然他就会搭乘15年开来的 时空汽车去其他的时空 现在的时间是闪电机毁钟楼的 当天凌晨 具体参考第一步 在博士的支柱下 马丁买了一身属于 那个年代的衣服 然后开始暗中监视 55年的老毕 而在另一边 15年的老毕 同样在监视年轻时的自己 马丁趁两个老毕不注意 偷偷溜上了汽车后座 年轻老毕在帮朋友送东西 直接将罐头扔到了马丁的下体上 马丁强忍着剧痛 一声不吭 随后年轻老毕又调戏了一下洛连 但此时的洛连心中只有马丁 于是教训了年轻老毕一顿 年轻老毕因此发誓 一定要取洛连为妻 等他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自己的车上 坐了一个陌生的老头 老毕的车子做过改动 除了他以外 没人能启动 但这个老头却能轻松启动 年轻的老毕出于好奇 便按照他说的上车 老头把汽车开到了年轻老毕家的仓库 年轻老毕虽然好奇 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了解 但表面上还是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 随后老头拿出了体育年鉴 并告知了这门年鉴的作用 见到年轻老毕不幸 老头立刻打开了收音机 收音机里播放的是一场体育比赛 在最后关头 落后方反败为胜 比赛的分数和年鉴中记载的一样 老头说 只要你买胜利方 就永远不会输 这下年轻老毕开始相信老头所说的话了 但还是不敢太相信 老头看到他还是不在意这门年鉴 于是警告他 一定要收好 还交代了一下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两人走后 马丁从车上溜了下来 结果发现二人在离开时 把仓库大门给锁了 马丁立刻向博士求救 博士不方便开这部车 所以会晚点到 晚上年轻老毕开车去参加第一部的舞会 马丁也因此被他带了出去 等博士赶来时 马丁已经不在了 为了防止被年轻老毕发现 马丁只能小心翼翼的联系博士 博士警告马丁 千万不要撞上另一个自己 结果另一个他就在身后出现了 另一个博士正在为转换闪电做准备 他好巧不巧的向博士求助 博士不能让他发现 所以只能撤着身子帮忙 忙完后另一个博士觉得 这个人很眼熟 马丁跟踪老毕来到了舞厅 这里要说明一下 舞厅里的画面有些是重拍 有些是直接剪辑的第一部 离开舞厅后 马丁总算找到了机会下手 结果在这时 吴克老师出现了 他一向讨厌老毕 觉得老毕在做什么坏事 于是检查了他口袋里的年剑 最后紧到了台下 便将年剑收走 这下马丁跟踪的目标 就换成了吴克 马丁溜进了办公室后 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 甚至还受了点皮肉之苦 不过他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好不容易等到吴克离开 却发现吴克没收的是一本美女图鉴 体育年剑早就被年轻老毕掉包了 这时窗外的剧情 引起了马丁的注意 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按照剧情走向 老马会挥出改变命运的一拳 不出所料 老马再次办到了 嗯 我为什么要加个赞 等他们离开后 马丁立刻跑到年轻老毕身边 以心肺腹苏之名拿走了年剑 此举被路人看在眼里 结果没跑多远 就遇到了年轻老毕的手下 他们把马丁当成了第一部里的马丁 自然不会放过他 马丁逃到了舞厅 这些手下进来后 把舞台上第一部的马丁当成了目标 于是准备对他下手 马丁将此事告诉了博士 博士想到 如果他们真的教训了第一部里的马丁 就会耽误他回去的时间 搞不好会引发大灾难 另一边年轻老毕终于醒了过来 路人将马丁的行踪告诉了他 舞厅里 马丁小心翼翼的爬上了舞台顶部 然后用道具砸晕了这些手下 总算没有耽误第一部里的马丁 本以为大功告成 谁知年轻老毕找到了马丁 在年轻老毕喊出胆小鬼的刺激下 马丁打算跟他大打一场 结果决斗被第一部里的马丁破坏了 年轻老毕也因此发现了年剑 将年剑轻松夺回 见到年轻老毕离开 马丁赶紧通知了博士 两人立刻展开追击 马丁拿出了小朋友送的悬浮滑板 偷偷跟上了年轻的老毕 打算趁他不备抢回年剑 随后体育新闻再次验证了年剑的准确性 最后关头马丁还是被发现了 随后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最后马丁在隧道内 凭借了林巧的身手夺回了年剑 这下彻底激怒了年轻老毕 他准备将马丁撞死 幸好博士在千军一发之际及时出手 年轻老毕再次享受到了几天前的待遇 好气啊 来到老地方后 马丁将年剑烧毁 总算结束了这一切 之前在1985年 老毕公司里随便拿的广告卡 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并且随身携带的1985年报纸上 老马的死讯同样发生了改变 而博士的报纸也一样 任务圆满完成 就在博士准备降落的一瞬间 一道闪电击毁了博士的汽车 汽车瞬间消失 马丁赶紧用对讲机试着联系博士 但受不到任何回应 看样子博士已经不在了 随后一个神秘人出现在了这里 一来就交给了马丁一封信 他自称是某银行员工 这封信他们银行保存了70年 写信的人希望他们70年后来到这里 把信交给马丁 银行员工本以为是开玩笑 没想到还真的见到了马丁 写信的人正是博士 他说自己在1885年活得很愉快 是闪电将他带到那个年代的 马丁听后决定去找这个世界的博士 只有他能帮马丁穿越 而另一边 55年的博士成功转化闪电的能量后 将第一部的马丁送了回去 他刚庆祝完 马丁就找到了他 告诉他 我又回来了 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里有很多细节 我没办法一细说 所以建议大家观看这部电影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你居然只有一半 逼死强迫症 是啊 上期讲着讲着 下面突然没了 很多观众没法适应 因为这部电影要讲的点太多 当然硬剪成六七分钟的长度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那样我感觉会讲不明白 如果直接做一期十几分钟的 那工作量要稍微大了一点 为此我专门学了新的软件 争取能早点缩短工作时间 唯一的问题就是录音 我总感觉自己的嗓子不在状态 不录音的时候又没这种感觉 可能是心理问题吧 就说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